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一位無線、很出名的主持 他紅到在大陸都很厲害 陳貝怡,我不熟悉他 但是看到很多的文章 或者是一些網上的影片 很高點擊 這個這麼聰明的主持 跟大家講一下他的感情事 因為那方面也挺嚴重的 有些人說他進了豪門 然後被人正身而出 總之又離婚 很多事情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討論 這一節首先看到一些文章說 六年婚姻觸礁 感動落淚 加入豪門 然後說什麼 又說無人敢取 無窮之路其實就是他一個很出名的系列 說他口碑很好 連續兩年在無線的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都獲得最佳女主持 這個陳貝怡 我相信這個女生 假如時日如果回來香港 她的地位 遲早都拍得住Dudu 在做司儀那方面 一闖大Show主持那種 當然電影的成就就不可能了 我好像沒怎麼看她做戲 主持這個女生 但是她的樣子 就是那個臉型是挺端正 但是我又覺得 都是一命二運的 你說很端正的女生 就是TVB大把 對不對 為什麼她這麼厲害呢 先研究一下 剛剛那個央視 2013元宵晚會也有她 做表演嘉賓 她已經紅到在大陸 沒有人不認識她 所以TVB連續 連續兩年比獎她 她用古裝的造型 唱粵語 叫什麼 粵語獻唱的李清照的聲聲慢 不是婆羅洲聲聲那些聲聲 是聲音的聲聲 聲聲慢 就是李清照的 宋代女詩人李清照的聲聲慢 她全程有台形 表現也是亮眼的 預算為千古第一才女 幸好是才女而已 美女她也漂亮 但是不是很艷 她那個元宵晚會跨平台 你知道嗎 陳貝怡在大陸 3.32億播放率 你說她紅到什麼程度 表演是最高收視環節 就是她個人 真的沒得說了 不知道為什麼她這麼紅 吸引了6300萬的閱讀量 就是一些文章 就是TVB的宣揚傳統文化 說她是TVB的一種很大的企 她在內地 你經常以為是黃祖南 原來這個女孩才厲害 近年人氣急升 傳憑一個叫無窮之路的節目 內地吸收到5.1億的閱讀量 她說贏盡正評口碑 根據資料 以往的香港藝人 亮相央視大型晚會 大部分都是唱普通話歌 她竟然可以打破傳統唱粵語 很難得 難怪她笑子 對於可在內地節目 宣揚粵語文化 她感到光榮 陳貝怡的微博留言 聲聲慢 但是送代女詩人李清照的作品 能夠在央視元宵晚會的舞台上 用粵語把這首歌的異景演唱出來 非常難得又難忘 很大的挑戰 她說是三個挑戰 唱歌、古裝、演戲 對她來說都是挑戰 她說跟自己說一定要做好她 當別人覺得你行的時候 自己更加無理由懷疑自己 扎扎實實做好每一件事 不斷突破自己 令自己變得更多姿多彩 是相當正面的 我也是 我現在說話很大壓力 不知為何 我出來打算找飯吃 有些人說不想說話可以 別人覺得你行 你是不是更加不可以失去 我完全明白 陳貝怡用粵語演唱表演 內地是正評的 一些北方人覺得粵語真的很好聽 特別是唱出古詩的時候 是香港人有時覺得廣東歌的老餅 人家抖音 只是翻唱陳百強的歌 翻唱我們八、九十年代 七、八、九十年代的歌 不知多棒 我覺得 我們呀 粵語曲 粵語歌裡面有很多寶 唉 現在的人未必懂得欣賞 不過他們再懷舊一些 唱古詩 讚到天上有地下無 但是這個女生似乎情路都不太好 是 什麼 陳貝怡失婚受折磨 靠什麼走出這個陰影呢 曾忍痛回帶她失婚的經歷 淚崩否白 離婚的原因 現在四十歲 四十多了 現在 說她是女強人 背景究竟是什麼呢 和大家起起她底 先 TVB呢 兩年前 也有一個節目 是她很熱播的 叫做《嫁到世界的邊端》 她走了八個偏遠的地區 拍了三個月 分享香港的人妻 嫁到外地的愛情故事 她看到別人那麼愛 那麼愛的時候 自己會不會感觸落淚呢 佳欣呢 當時她拍這個節目 剛剛失婚 結束六年婚姻 在鏡頭前哭到 忍痛否白 自己失婚的心聲 陳貝儀 都要重新出發了 表示很享受單身 究竟在這些年來 她怎麼度過呢 很多人又說 哎呀 很慘啊 她那些感情事 尤其是內地炒作 炒到不知得了 怎樣寫啊 家豪門七年被吃乾末症後 拋棄 內地就是這樣寫她 再有這樣寫 家豪門七年被掃地出門 不是吧 這麼淒涼 說她什麼 痛哭樓梯 不敢再分太唏噓 有沒有這麼淒涼 看看先 好了 這個節目 就做了兩年了 那時候她很傷心 因為看到別人這麼甜蜜的互動 崩口別人的崩口碗 你肚餓在我面前吃東西 搞錯了 我口渴的時候 在我面前吃西瓜 又不給我吃 我不吃得 西瓜是你吃得 背人歡笑 對人歡笑背人垂 應該這麼說 鏡頭前強忍 直到自己一個人獨白的時候 直接是淚崩 每句說話彷彿 切腹志同 隔著螢幕也看到她多傷心 她爆自己 和六年的老公黃國棟 離婚亦分居 邊港必激動流淚 唉 慘 強調沒有刻意隱瞞這些離婚的事 解釋大家 是因為性格不合 產生磨擦 是和平分手 那種 不涉及第三者 再見都是朋友 怎麼搞成這樣 自己說會向前走 然後她 挺好的 無線對某些人是不錯的 好像她那樣 2019年 這個節目 對了 然後 20 20 21 23 現在這樣 她連續給了兩次大獎 她 亦給了很多機會 也要她有實力才行 唉 她很感觸 就說 沒有人結婚想離婚 對呀 對呀 不是像每個人的男人那樣 你有多少錢 如果要離婚 我將來要分多少身家給女人 那些男人就會想 誰有錢 誰想 如果她這樣想 是不是跟某些雜誌所說 因為別人有錢過她 我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離婚 如果她真是少奶奶的話 如果老公真是豪門的話 應該她都是意識無有的 她這樣說 她說我是生是死 都沒有人來的 如果她離婚之後 她的感情都是認真的 不是說某些人嫁執豪門之後 只有她一筆 幾億之後 不知道是多富貴 有個港姐嫁給老伯 很富有錢 然後離婚 分了幾億 經常去嗨茶 她不是這些人 她真的不是這些人 她真的是愛情 你看她哭到這樣 這樣 說到當初由奶奶 撮合這個婚姻 還要是 那就慘了 嫁給我兒子 介紹我兒子給你認識 糟了 做這些雞仔媒人 你喜歡他 不代表你兒子喜歡他 你兒子 媽媽說好當然好 唉 原來也是這樣發生的 陳貝怡哭了 覺得自己很對不起爸爸媽媽 但我跟他們也有努力過 不好意思 令老人家擔心 你是不是慘不慘 兩家人的事 唉 好了 那時候結婚好像很幸福 佛教婚禮儀式 她本身自己好像吃齋 主持第二輯的時候 主持了兩輯 這個剛才說的感情節目 陳貝怡見到經歷失婚之痛的受訪者 自己都哭了一份 罕有地說自己失戀的問題 坦然自己比較是依賴人那個 有一段時間 對自己徹底失去信心 放工很害怕回家 因為回家只有一個人 不習慣一個人去吃飯 唉 所以我說做電視台的婚姻都是 但是她應該是 她是不是會比較穩定一點 是不是 因為她做主持 她不是拍劇 我不清楚她的工作時間 其實越紅 就越嚴重 越嚴重 這個女生我看她其實挺純品 聽她說話 這些要相處才知道 雖然離婚是很痛的 還有拍攝這個節目 拍攝這麼多的輯 她看到受訪者 很有鬥士的精神 願意為愛就排除萬難 令一度對愛情卻步的 她慢慢就釋懷 其實她一度 想著自己沒有了 不會再有 那現在有沒有呢 又不見有這些緋聞 有你都不知道 別人回大陸工作 你怎麼跟 你吹水就行 你吹話她有 你怎麼可以見到陳貝怡 她不是 我不覺得她是大明星 走出街會有很多人認得那種 當然啦 你說她在樣時這麼多人看 你不認識她 吹仔 那不奇怪 她對愛情開始有信心 看到有些成功的例子 陳貝怡接受傳媒訪問表示 幸福不是從天而降 她願意付出和堅持換取 沒錯 是一門生意 需要經營 所以她認為單身的女性 要繼續相信自己 總會遇到真命天子 雖然她說自己很渴望有一段感情 她說如果遇到外國情緣 她就會 香港 放棄了所有 不用是吧 多純情 她說她 你看看什麼人 都還沒發生 已經說放棄所有 你有沒有這麼孤主一擇 破釜沉舟事業就可以 愛情都可以 你遇到好人就可以了 是的 好像希希那些 不是遇到我遇到別人 她也是這樣對那些 她買下火坑也像 是不是 你看看對什麼人 強調人生不一定要結婚才開心 沒有人說30歲結婚 生兒子就算是幸福 一個人都可以活得精彩 人生最重要是開心 透過受訪者 令到她放開執著 她說原來她也是星雲大師的歸醫弟子 她在佛光山歸醫 她說信佛會結緣 曾經出版如是我聞 自在人生 這麼大情執 但是你歸了醫 情來自有方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大情執 師主 啊 真是未破到這個情關 情關偏偏闖不過 很多佛曲都是講情的 善編終聲不是 善編終聲也是 決心屠情 所以我經常說 有人跟我說 佛教上司跟我說 有個和尚你聽他說話 叫我跟他學一些東西 那個和尚我都說 那個和尚都是屠情走進去 說到出家 那你也有你的煩惱 那我都不煩你 不是這麼說 所以情執 天下間最大的執著 陳貝爾或者禪修 成為法國高餅文憑課程學生 學整甜品 希望亡卻煩惱 亞貿整餅 你怎麼收 佛教是一種減法 你再加一些東西上去 希望可以轉移自己的視線 似乎 你說行不行 未必不行 冷凍也可以是閃 生活就是閃 做蛋糕也可以是閃 但如果你說做蛋糕 忘記這件事 不是這樣 應該就 他希望可以亡卻煩惱 唉 煩惱的事 大家都有 經常放不下放不下 又說我佛教給你聽 說給他聽 說給你們聽 經常有人說 我放不下師傅 有些事我放不下 放不下嗎 他說 師傅叫他 你背著我 背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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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他說走去哪裏 一路走 他說師傅不行了 我要放下你 你真是很重 繼續走 走到不行了 放下了 你就放下了 他說當你真是無力 再去托住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放下了 當然有些人 他覺得 喂 吉手我放下 都行 放下是這麼簡單 不是你想到這麼複雜 我放不下 還做蛋糕自己吃著 吃著可以繼續走路 不是這樣 佛法從來都不是加數 從來都是減數 他說陳貝宜是素食者 認爲吃素令他心境平和 忠於自己 他說其實 陳貝宜是不仇無追求者 他條件都很好 你這個條件好 又未必是那種條件好 我眼裡的條件好 因為有心理學家做過分析 一本書的統計 就是 女人認為的好條件 男人要上進 心地好 孝順父母 有錢 有學識 有幽默感 強壯 一扭蹭 男人對女人的條件好 兩件事 樣子漂亮 身材正 講完 還有年輕 沒有了 樣子漂亮 身材正 年輕 就叫條件極佳 學不學你不重要 現在報紙說他很有條件 條件就是 加拿大名校西門菲莎大學畢業 我覺得高學歷的女生 難找伴侶 難的比較 除非這個人很聰明 你聰明到 我學歷很低 低學歷 但是你可以跟一些很高學歷的人聊天 甚至是吃著她的思想 你的IQ要高一個她 但是讀書的女生的IQ 都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起碼有些都130 140 你真的撞到這種人 對吧 學歷不會是一個條件 學歷反而是一個 嫁入豪門的條件 但不會是一個容易找到男朋友的條件 因為嫁入豪門的話 那些人希望的媳婦 可以教育的兒子出來 是可以 成為英才 作育英才 很厲害 出生的話 老母教她的那些東西 不像我媽媽教我的字 教到錯殺回學校被人笑 沒有辦法 真是說真的 但是她年紀又回不上 你四十幾歲 豪門 喂 那些要有成計的人 對吧 你說生個嬰兒出來 然後繼承她家產 越多越好 有些就 不知道一房 不知道一個兒子 多幾個不可以分多些 是不是這樣 很複雜的 這些想得多 就很煩惱 隨緣就自在 你不用想到時候 捉緣對捉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只要那個男人 可能是心底善良 或者那個男人 你跟她有那一刻 所有的原因都是一個原 這個原字 緣分 可以是沒有原因的 可以是完全不符合你心目中的摘偶條件 但是那一刻 你覺得是她就是她 是的 這裡看到她很多的感情事 其實也希望她可以放得下 找到一個 如果你想找的 就找到好人家 如果你不想找的 沒有也是好的 其實這個世界是否好還是不好 就好像說生孩子 有人說 該死了 你想有小朋友 你沒有 這個是懲罰 如果 我不想有的時候 我生孩子就變成有孩子 就是懲罰 這個世界 如果說佛計 是兇性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好和不好之分 是你覺得的 是你自己給她定義的 所以陳貝怡 她如何定義她的人生 就是由她來決定 你更加不應該 將這些事情 跟世界的價值觀 混為一談 因為世界的價值觀 很多人應該是怎樣怎樣的 是啊 人應該是怎樣怎樣的 我小時候也聽不少這些老點 是啊 香港當然要買一層樓 我也有買 買來做什麼 沒有的 主線任務 你問我是不是很狠 不是的 是啊 真的不是的 買就買 買一下 有能力就買一下 隨緣 做給別人看 有些事情都是 這樣想的當然不對 但是很多人的價值觀 做些事情是給別人看的 那你真的要找回自己的本性 忠於你自己去享受你的生活 對吧 那我先說到這裡 祝這位這麼聰明的女生 有一個美好人生 下次我們再談 拜拜